那个叫格书的 似乎是个头头 手指掐破纸 捏弄一捏弄 便知是小金饼子 捏如了一下 冲守护栏的睡钉喊道 有关车库 前头的进去 从这辆车拦住 给李志台让道 哎 你干什么呢 腿后一点 老子不收税 你赶过这道门 哎 瞅什么 说你呢 把你那头老轿驴 往后拖 快 说着 冲李氏饶呲压一笑说 哎 和爷说过 亲自来接您进城的 您这都是宫中银子 抽税也有限 请爷先带车进去 回头我们和老爷再去找您 按账本子结算得了 他话没说完 城门里边一串四盏灯笼 都可有西瓜大小了 灯笼上写着碗大的盒子 威仪 蜿蜿蜒地进来 格书一笑说 哎 和爷来了 李氏饶嗡了一声 看着灯营里 和珅喝腰下叫 屈前参拜说 生受你了 起这么大早来接我 和珅面带笑容 不卑不亢地站直了身子 啊 这是卑职的差时 从来不敢怠慢的 请大人 行门里头奉茶说话 我急着有事进城 万岁爷有旨 着军机处叫我进去 和珅将手一让说 啊 大人要进城 没说的 您驾行请了 不过 罗车要留下宴官缴税 李氏然疼得红了脸 暗纳着火说道 车里是海关离金 是黄刚 你懂吗 大人 除了军饷 有兵部康和 黄蜂飙印 其余都要艳 这是卑职职责所在 和珅目光游移 看着别处 脸上仍旧带着 牢不可破的微笑 徐徐说 啊 昨晚被指 请示了内务府 唐官赵卫三 他兼着户部侍郎的指 老赵说 海关离金可以免捡 由内务府 和户部折算输赢账 但其余财物 还是要查 单说大人 原没说的 但这里差使 直对万岁爷负责 每隔五天 养心店来提银子 都要一一查账 您这么大的官 断没有不问的理 再者说了 大人这次不查 下次再来总督巡抚 也没法查 卑职只是皇上 在崇尔门的看门狗 自有不得已的苦楚 请大人务必见谅啊 说完 田田嘴唇 垂手低头 李世饶看着铁头狐孙 一副刀枪不入的架势 很想家头一马鞭打僵去 嘴角肌肉抽出了几下 阴沉沉地问道 这里头没有我李世饶 一文钱的私货 我也不像有些个狗杂种 头靴的竹签子似的 四处钻刺 除了离金 都是内务府交办下来的 给纳拉主子娘娘 扭贵主采办的东西 难道 也由着你 搜捡愁睡 河山似乎压根没听见 他话中讥讽的意味 手指向排成长龙的车队后边 啊 大人请看 那几车猪 几车羊 还有那水车活鱼 进城就拉东华门进大内 御厨里当天用的 也都要缴睡 这里内务府请指定的规矩 卑职不敢梦浪啊 我要不肯呢 回大人 那卑职只好关门 请指定夺 小吴子在旁耐不住了 破口骂道 哎 骂个蛋哪 别说你个狗颠巴尾巴 小小倒台 就是直立总督 巡抚 能把我们大人拦在城外吗 吃草料长大的东西 给脸不要脸 几个哥石哈 早就烦躁的乱拧乱动 刷的卸下肩上的火枪 平端起来 一个哥石哈叫道 给老子让路 不然就他妈的牺牲了你 跟车的亲兵们 也都用手扣刀 稀里哗啦的 一阵阵怒目 盯视着河山 睡丁们平素 只会对老百姓 吹胡子瞪眼 哪里见过这阵仗啊 一时都傻了眼 有个蹄灯笼的望神了 一松手灯笼落地 其余的睡钉都缩到门洞里边 一个个脸色煞白 腿肚子抽筋 只有刘全十分野心 双手插腰一个虎步挺身出来 冲众勤兵大喝道 北京城 还轮不到你们 妈的 有种 就给我开火 河山眼中闪过了一丝怯怒 玄机冷静下来 他自己就曾跟着阿贵当过亲兵 不过阿贵为人平意 不似李世饶在外 久任封疆 自负文武全才 养得一身的 娇汗跋扈之气 思量者 贺退刘全 对李世饶又一恭说 我也是当兵出身 在西大门跟阿贵中堂 搅过马贼 但请制台约束下人 不要无礼 这里是我的侠地 燕官又是我的差事 卑职不敢难为大人 大人也不必让卑职过于难堪 这里多少人看着 失了官体 大家不好看相 李世饶在马上回头张望 其实已尽卯时 天色渐渐朦胧清亮 果见不远处人头传拥 拉霍夫 进城的乡民 被睡钉拦着 痴痴茫茫伸脖子瞪眼 看着这边 他绷紧了嘴唇 从鼻子里透一口气说 这个 你看看 说着 从袖子中抽出一封明黄段子小包 递给张永寿 张永寿捧转给和珅 和珅展开看时 是李世饶奏说 广东任上百姓 私自勾结西洋人 学说西洋话的折子 尾处净空赫然写了玉批 和珅盲跪下斩读 上边写道 揽奏甚畏 丈夫一怒 血见明堂五步 青之珠刘亚扁 一举何伟哉 经广州之萧小匪类 罔顾天朝体尊 灭世礼法正令 祸图斗生小利 祸存萧原之志 乃孝鹦鹉学舍子西仪 擅自教授外人华语 誓虽所系而体大 宜清房威杜剑 青之斩刘某 圈禁红人辉于澳门 处置甚善 非为无需请罪 福且发之礼部 似以管卓天下周知 恩之表彰矣 清其来经在座降奏 钦此 有 圣母皇太后 七巡华旦 为筑发塔 所用黄金白金 倾可于海关离金中 可动用者 暂行兑换一二千两 以资己用 由户部盈余补出 此事一秘 甚物外泄 窃窃 下面前的是 乾隆随身的消息 长春居士 和珅心里忽然一响 大冷天 额前默地冒出了 一层细汗 原以为自己占足了礼 这一道秘语 把自己的礼拨得金光 这怎么处啊 他毕竟天分极高 激进过人的人 心之里是要有意 给自己穿小鞋 但此时只要一开口 说什么都是错的 宁肯不说 绝不说错 八个字 在脑海中一画而过 因什么话也不说 头轻轻地 在地下碰了三下 双手捧还折子 走 李氏饶冷笑一声 朝马屁股一边 罗车队滚滚而过 圆头包丁轮子 在门洞石板地上 隆隆碾过 发出像坛子里 那样的闷声 第三章 中复衡染样归精 能和身八面玲珑 李氏饶地牌子进军机处 阿贵刚刚接见一批官员 端查送客 二人相交多年 见面没有寒暄 头一句话便说 氏饶啊 你来得及时啊 这里有几份奏折家片 我已经叫他们捡出来 都是白莲教徒 异动情形 你先看看 皇上今天上午 未必能召见你 除了任上的事 这些事见了你 也是要问的 你心里要有个数啊 李氏饶接过一叠子 厚厚的奏语 加片折印 轻轻地放在炕桌上 他毕竟不肯失礼 就地打个签请安说 中堂吉祥 看着阿贵时 气色还是十分好 只是看去老像了许多 原来方正英逸的面孔 比先前拉长了 还不到五十岁的人 眼瞼已经松弛 胡须也带了杂色 一双三角眼 深得黑不见底 只在顾盼时 金光一射 射人心目 挂了霜一样浓眉 也是灰色的 压得滴滴的 布满了于林文的眼圈 也有点发案 这是中年人 劳卷过渡 百事不爽的证据 李氏饶凯然笑道 几乎天天有书信公事 却是远隔万里云山 上次进京中堂 去了青海 我们有七年没见面了 中堂的背 都有点驼了 看去也老了 只是精神去的 深沉地叫人心脏啊 阿贵玩耳一笑 你还是盛壮 那么惊悍外露 前头折子已经败毒了 圈进红人辉 收监黎光华 越海关监督李永彪 拨官跑顶带 当营求十几丈 刘配三千里 一刀劈下刘亚扁 血流满地 赫然震怒之下 虚力鼓力变色呀 有个牙异的水火棍 都唬得落在地上 这可都是有的 李世饶笑道 啊 贵中堂露出当年本色了 这番话 活似茶馆里 古词先生说的 刘统勋私访 济宁府 阿贵直指窗外 等候接见的人们 提起笔说 你先看吧 今年霜落得早 冬天也来得早 几处遭灾 四十多个府要镇计 冬梁 春小麦肿梁 还有冬一 口外军队 被俘更换 他们等我的皮条 去户部办理 忙过了 我们再谈 说着 便服案即书 李世饶点头称是 偏身上抗 依在窗边 看那些家片 这些家片 都是外省都府 道府 随奏是折子 附计到军机处的 有的和奏章 直接关联 有的只是另外附加说明地方情势 以便军机大臣阅读时明了奏章的本意 大大小小有几十件 长的上万字 短的只有几十字 没头没脑甚是杂乱 李世饶却甚有条理 先把家片分省份 各自挑出看 却是川楚 闪干玉 无省的 占了约八成 其余直立山东福建占一成多 其余都是零星事件 这么着 大体心中已经有数了 接着 又挑出了省送文案 再从题目中挑出要紧的 家片讲究要言不凡 因此写得长的必定紧要 或者是军机处批转命旗详述的 再挑出来 约一袋烟的功夫 家片已经分出 急纸 缓纸 和约纸三类 他信手拈起一件 便看住 是河南巡抚徐济的家片文字 据查 路易县 有混员邪教 混员与收员 吴维 及白连教等 均属同教一名 据荣著审讯梵明德 供出入教者三十七人 所有皮帘 路易志安徽薄县民人 丁洪奇 张局夜经拿货 其余活党 仍彼此官会采集 并据裴宗西报 返货丁洪奇 张局二范 搜出超经一本 献负星月 至超经内有 换乾坤换世界 反乱年 末节年等 备忘字样 与山东 王伦等 编造 惑众之语相同 非寻常邪教科弊 他放过这一辙 山东王伦邪教 与甘肃苏四十三 王福林 巨重谋判 和台湾的林爽文 其中都有生气呼应 勾扯思连 统称天理教 其实仍旧不出 白连教的范围 但自己从未设计 办理这类案子 逆教教义 怎样呼应联络 教中人从教规矩 一概满脑子 江湖 阴翻山东的哲业 却没有此类文卷 只有一张 附在里边的 九宫八卦图 一边写着 三十六将 林凡氏 一边写着 二十八素 林凡氏 夏突 末节年 刀一献字样 被水尽了 字迹已换满不清 再看 有一张 护圣海等 结拜蒙氏丹 写着赵超 刘梅占红布字样 上边写着 自古忠义兼会 未有过于 官圣帝君者也 肃其桃园结义以来 兄弟不斥同胞 息难相顾 疾病相扶 方明耿耿 至今不弃 四等养尊帝忠义 窃劳明聚会 天地神明 五谷地主韩鹏 日月星光 财博星君 韩福 玉皇上帝 私命五帝 正日 观音佛祖 五雷神将 李昌国 四大将军 上天神丹 二剑神将 玄天上帝 福德龙神 观天成 李瑟帝 方大红 张元通 林永昭 五房大哥 自蒙之后 兄弟情同骨肉 不敢口吐谢句 不敢以大欺小 不敢谋骗兄弟财产 奸银一扫 不敢临身退缩 接着是天神贡将 富贵 绵绵株画头 下边是几幅对联 身碑宝剑 由我们 手指木棍 大江山 英雄豪杰 定乾坤 万里江山 共一轮 征天夺国 一记光 泄露军机 剑下望 飘飘摇摇 影无踪 万物静观 日已红 还有什么 一败蒙新玉宝明 二败是 愿昭过上天神 三败社公 肝胆尽忠义 四败交付一家 四海人 共是八败 末了是 八败后日称帝 明封天 他这边坐着看的专注 阿贵已分拨接见了几批大员 又叫了兵部武库司的堂官 说及河南山东 淮北 早霜天寒 穷民无衣 难以渡冬 张家口大营军队被俘换下来 不必就地发卖 调运内地 交户部赈灾使用 武库司叫苦 说当兵的换下来的衣服 只可造纸 泡浆用 卖了给军队打牙剂 是历年的规矩 调出来军中有怨言 阿贵皱眉说 就你知道爱兵 张家口都捅说 旧衣被俘 就地散给贫民了 喀布尔的兵衣 说缴了兵部 我自己就是将军出身 不知道这些小伎俩吗 统统户部收了 由各地驻营管带将领 直接和户部办理 不仅你兵部了 去吧 那司官吃了硬钉子 端茶喝腰 诺诺连声退下 阿贵一转眼 见李世饶看家片 看得聚精会神 笑说 哎 歇歇吧 你才上手 许多事不知首尾 回头 叫刑部 燕宇四堂官 给你批说一下 就明白了 李世饶含糊 答应两声 才明白 阿贵适合自己说话 放下家片 折叶子笑道 结结完了 哼 我看进去了 只听人声嗡嗡 话语尊尊 说些什么 究竟是没有听见什么 听你的话 这次调我回京 有意是让我去刑部了 阿贵仿佛不胜带卷 缓缓晃动身子 闭目仰神 分派你什么差事 现在没定 圣意啊 尚在犹豫不决 他伸出手指 掐着鼻梁 侧经明穴 又柔又暗 透着长气 一边调息 一边说 刑部 没有汉尚书 满尚书 英俄 其实是个泡衙门的 整日在印结局 跑光路寺 大理寺 除了秋审 绝狱 认识不管 要管的事 就是游锅里捞钱 偏他是三爷府里 容身贝勒的奶鸽子 贴身贴心的 包衣加生子 红十三爷 人虽不地道 毕竟是皇上的亲哥哥 又死了多年 孤儿寡母的 没有大错 皇上不忍叫 寡嫂伤心 再不肯折损 他的体面 只可再配一个 能干的汉员 把芽物料理起来 这其实都是外间 难以知晓的 要紧话 李侍饶听得极专注 点头愧然叹道 哎 红十当年几次下手 图谋皇上 皇上这片心 哎 太仁德了 不过话说回来 如今奇人里头 真能做事的 也实在是凤毛麟角 我几次建议整顿奇物 折子揍上去 都留中了 真的没法整顿了吗